嘿,我是阿图,从教以来大半时间教授海外华人学生 有时候依然搞不定的汉教新人 我之所以不说华裔学生,而是称他们为华人学生 是因为除了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后代以外 我也教从中国来澳大利亚上学的留学生们 上一期视频我总结了五年多的教学里长范的错误 有朋友在留言弹幕和私信里告诉我 他们几乎踩过每一个坑 也有非汉教的朋友告诉我 虽然不是老师,但是自己在学习外语的时候 确实遇到过踩坑的老师们 这期内容我继续总结汉语教学中犯过的错 大家继续公勉 在《到底谁在学习中国话》里我介绍过 除了老外们要学习中文,一二代和一三代 还有中国留学生们都有学习汉语的需求 个人认为有中文背景和有部分中文背景的华人学生的汉语教学 比非母语学生的教学难度大得多 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学习汉语的时长和难度各不相同 有的家里有老人来教汉语 先不管汉字的笔顺、语法、拼音教学的准确度 就方言夹带普通话的语言习惯也是把我弃笑了无数次 有时候在20个人的课堂上有20个不同的汉语言和汉文化的程度差异 回归正题 关于海外华人学生的中文教学可以出很多深度的干货内容 这期内容只讲华人汉语教学中 我如何从自以为是到甚之又甚 一共有两个大点 语言和身份认同 先来讲讲语言中的第一个小点 日常用语和学术用语的差别 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自己 再加上我这个曾经的半吊子老师 我们往往把流利的乃至地道的汉语日常用语 与学生的真实汉语水平化等号 导致的结果就是自以为自己汉语不错的学生 上课不认真听讲 甚至经常愿愿于试地给其他学生当小老师 造成课堂秩序或极其混乱 教学进度极其缓慢 在听说读写的测评里 很多学生的多项 甚至所有项目都达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毕竟日常的非正式用语中 他们表达我饿了 渴了 累了 不开心了 等等的需求和情绪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这些学生 在没有刻意练习的前提下 就能够用正式的学术用语理解 新闻报道和电子邮件的区别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和今儿我给你们讲讲的区别 同样的 很多特定词汇 在家庭生活的情境下 是几乎不会遇到的 但是他们在全英文的学校生活里 会经常碰到 比如说 有的特定词汇 他们在家里也会用到 但是呢 他们常常会夹带着英文来进行表述 比如说 华人学生觉得更难的是 用完整的句子来描述一个物体 或者一种现象 用自己的话讲述一场经历 大多数学生他不能用准确的汉语词汇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来完成 即使是稍微程度好一些的学生 也会磕磕绊绊的用中英文夹杂的方式来表述 还会不自觉的用英文的语法表达方式 比如说我吃了brunch和我的爸爸妈妈今天和我们看电影在下午 他的英文表达方式是 听起来甚多了 那就更不要说声表歉意 激动之情 难以言表这些 在我们看来挺简单 但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难接触到的表达 所以呢 在家长和学生有意无意的表达出 自己是汉语母语者 就不用好好学习汉语的情绪的时候 老师们可不能放松警惕 反而要花更多的心思 让他们清楚的认识到 正式用语和非正式用语的区别 只言片语和完整准确表述的区别 第二个小点将将搜索引擎和翻译软件 以前我在汉文化教学上 会采取学生们自主学习或者分小组学习的形式 让他们完成特定的任务 比如说在中国直辖市的主题下面 我让学生们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中国有几个直辖市 他们分别是哪几个城市 这些直辖市的简称是什么 分别列出两个知名历史事件 并用自己的语言来总结 后来我发现 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很了解关于中国的基础知识 也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常去中国 他们用谷歌查找英文资料 再用翻译软件把自己的英文总结 翻译成中文 最后把翻译文粘贴到文本里 上交给我 改了两次作业以后 我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让学生多挖几分钟一键翻译 直接看他们用英文系的总结报告不好吗 我批改作业的时候 看的是看起来像中文 但骨子里依然透着英文气质的文字 而且学生们他们也不会多看一眼这些所谓的中文 这对他们的语言学习真的有帮助吗 现在在布置类似的任务之前 我会先明确 这个任务可以让学生提高汉语言技能 还是要了解汉文化 第二个 如果只是了解汉文化和关于中国的基础知识 提交英文作业的效率和质量会不会更高呢 同时英文文献的准确度 应该引起每个汉语老师的高度重视 我以前布置过一份调查作业 其中一道题是这样的 解释五星红旗的颜色分别代表什么 大量的英文网页里居然写黄色的意思是 继承了满足的传统颜色 我现在会尽量给学生一些建议使用的网页 在此之前也会反复确认网页信息的准确性 在过度依赖搜索引擎和翻译软件的问题上 也确实要对学生们进行步步引导 各位对这个问题有哪些困惑和妙招 也可以在弹幕和留言区里分享 我们讲讲第二个大点 身份认同 先讲海外出身的华裔 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同学家里吃饭 一桌子华人 我同学的姑姑问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是哪里人 我们说有哈尔滨的 有青岛的 有深圳的 有宁波的 她姑姑的儿子问 那我是哪里人 她姑姑回答说 你是澳大利亚人 早年跟着父母移民 或者本身就是一二代 一三代的学生 在身份认同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困扰 我是哪里人 如果站在绝对的立场上说 你是中国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澳大利亚人 又或者说你必须学中文 因为中华文化璀璨 你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都会容易让华人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隔阂 也会让学生们内心矛盾 我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我用英语就过得很好 为什么要学习中文 既然中华文化璀璨 我爸妈为什么要移民海外 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这期视频里不过分讨论 就语言教学的角度 我会引导学生 学习汉语 可以了解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的祖先从哪里来 我们也能一起探寻 为什么经历了沧海桑天 华人遍布全球 我们却依然在使用一样的语言和汉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是什么原因 让越来越多的非母语者 学习我们的语言文字 这里极力推荐CCTV的新节目 点击里的中国 当然也可以把阿福杰利德 和其他非母语者的视频 作为辅助资料 第二个小点来讲讲中国留学生 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如果没有家庭和自身刻意学习 中华文化和历史的意识 会缺失很大一部分必学知识点 从短期来看 这些知识点的缺失并不会影响生活和学习 但是从长远来看 尤其是长期生活在海外 如果有这些必学知识点作为支撑 可以想明白很多事 比如说最常见的种族歧视 亚裔歧视问题的根源来自哪里 海外为什么有那么多讲广东化和客家化的华人 以时为鉴 学生们也可以更自信 更从容地面对 故意让他们难堪的 不怀好意的人 有的事情不能讲得太直白 懂的人自然就懂 我曾经的几个学生也正在关注我的频道 我真心希望你们可以花时间去了解中国历史 你会发现当再有人无端攻击你的时候 你比以前的自己强大得多 我用以前写过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部分的内容 从高中到小学都有学生反馈 中华历史的学习 使得他们重新认识了汉语言及汉文化 我们总说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本身 也是在了解语言发源地的文化 那么回顾历史是开启汉语言学习的其中一把钥匙 当语言学习变得有逻辑可寻 有源头可塑 激发学习兴趣和树立学习信心 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 第一 区分正式用语和非正式用语 日常口语流利不代表 可以用汉语进行完整准确的表达 第二 将常用特定词汇列入教学内容 比如Vantage和Lattice 第三 严格筛选英文文献 第四 对过度依赖翻译软件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五 理解并尊重学生们身份认同的困扰 并做出合适的引导 最后一个 清楚认识学习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感谢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见 拜拜